而在菲律宾枪戒案当中身亡的渔民红石成 他其实来自于小琉球 今年已经65岁了 还出海捕鱼 却也因此丧命 事实上说到小琉球这个地方因为资源缺乏 当地的居民几乎都是陶海人家 而中天新闻探访之后发现 渔民家庭因为就业机会少 大部分人的教育程度都不高 甚至十几岁国中毕业就开始进行了陶海人生 要像这一次红石成 他的女人念到正修科大大学毕业 其实在当地来说已经是算很高学历了 抱着还没上小学的孙子 一身白色汉衫的老阿公陈时生 今年80岁了 他在小琉球捕鱼超过一甲子 寒衣弄孙看似幸福 但他从16岁开始都在海上讨生活 一直做到去年才以79岁高龄退休 做的我们的老婆都在练 缺乏农业又没资源 大多数小琉球人没有选择 通常教育程度都不高 十几岁开始就得辍学去捕鱼贴补家用 像这次死于非国枪击案的红石成育儿 正修科大毕业在当地已经算是高学历 你没有什么就位的机会嘛 你只有一条路就是去捕鱼嘛 通常家里两个以上的小孩 就只能牺牲一个去捕鱼贴补家用 但是高经济价值的黑鱼数量 近年锐减 捕鱼捞过界的风险大增 收入也不稳定 陈时生的儿子已是国中毕业 就去捕鱼 二十几岁转往高雄发展 女儿开民宿想办法找其他出路 外籍渔工会那么多 也是因为现在的人 比较不会让儿子去 做特海兰 对啊 因为太辛苦了 而且其实捕鱼没去 陶海人生活是外人难以想象的困苦 却是这个偏越渔村 渔民的生活缩影 中天新闻最后报导